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嫌在去年8月至10月删获组织及参与多场未经批准集结 5月18日,黎智英与同案另外14人于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合并审理 有团体于庭外抗议,要求法庭重判 案件于当天下午30 20分开庭 黎智英涉及两项组织未经批准的集结罪,以及两项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罪 所有被告表示明白控罪,全部案件押后至6月15日再处理 每名被告获准每宗案件以现金1000元港币保释 另有5名被告面对交替控罪,涉及公告被警方反对的游行传票 此外,黎智英,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,民主党前主席杨森 涉嫌在去年8月31日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的案件,与多宗案件合并处理 押后至6月15日,以索取文件及转介至区域法院 三名被告准以原有条件保释 法庭早前以审讯黎智英涉嫌前年刑恐记者一案 随后黎智英获准以现金4000元保释外出,审计待定 根据香港法律,山获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罪刑罚是入狱三年和罚款5000元 刑事恐吓即参与非法集结两项罪名的最高刑罚均是入狱五年 本集结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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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结